Hello,來到夜晚了,我們又講一講關於香港的一些司法案件,當然是阿婷,相當關心 我覺得這件事實在上越審越離譜了,必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錯愕 不是錯愕的,是覺得,與其說是對於這個法官陳廣池的憤怒 不如講一講關於這件案件,究竟它來動虛脈是什麼? 即是為什麼香港今時今日的司法人員可以墮落到這樣的款? 而阿婷其實是清心直說說他見到的東西,這件事擺明是老鬱的,擺明是冤案,冤假錯案 所以希望大家繼續關注梳報頻道,看我的梳報論證 commen up,share,subscribe,youtube,patreon,看完廣告,以及利用superfans function繼續贊助支持本人 林卓廷等人,涉及721所謂暴動案,直播片段見有人持消防喉射水 林卓廷說為救被打的市民,法官質疑人其後已散襲擊襲外的白衣人等等 中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即是這樣我慢慢說出來 2019年7月21日港鐵元朗站發生所謂的襲擊事件 即是元朗黑夜721 前立法會議員林卓廷、阿婷被指與另外6位男士參與暴動 7人否認暴動罪 而今天3月7日在區培法院續審,林卓廷繼續自編 稍後我們會詳細說究竟有什麼事? 被告的7人包括林卓廷43歲、余家豪35歲、陳詠希37歲、葉陰聲31歲、邝浩臨26歲、尹仲明48歲、楊朗26歲 停上播放林卓廷Facebook直播片段,顯示付費區內的人士曾移向襲擊位置 法官陳廣馳留意到大部分白衣人已經遠離了林卓廷 林卓廷文言之後就說 遠離是相對的 比最初頭那麼近 當然遠了一點 遠了一點就是遠離 是遠了一點 但他指出刑在十幾米範圍內 不覺得遠了很多 這就是事實 因為這個播片在這裡的情況 陳廣馳法官於市民林卓廷有沒有想過離開? 離開了十幾米之後 林卓廷有沒有想過離開? 他怎麼離開? 那輛車停在這裡 整班人就在港鐵站外面 唯一一個出口全部堵塞了 他怎麼離開? 林卓廷馬上問他 怎麼離開? 法官閣下 他解釋說 正如早前所說 一旦離開百姨人就會衝入閘 你一離開那個列車 一見到你的樣子 全班人都打下來 加上當時聽到女子的慘叫聲 另外有人叫 記者都打 這就講到尾 大家知道 柳俊剛 還有你看到 立場姐姐 立場姐姐 部分人勇至襲擊 部分人勇至襲擊 他知道有事發生 沒有心神思考離場 都沒有想過離開這個地方 於是同樣走近襲擊了解 很勇敢 陳廣池就問林卓廷 是不是有沒有叫人群退後退後 退後一點 有沒有叫人群退後一點 你這樣也說得出來 林卓廷就說 當時他本人也行前了解 不會叫人後退 這個合理 只有我一個向前被人打 你們退後一點 是不是這樣 你講到他的答友 他不是答友 他是其中一個人 他不是帶領著這一班 坐著列車的人 無辜的市民 去走出襲擊和人們開片 這個陳廣池 就是assume了 就說這班人是林卓廷帶來的 你有責任跟他說 退後一點 荒謬絕倫的 片段另外見到林卓廷曾經推開襲擊旁邊 的傷殘人士出入閘門 林卓廷解釋說當時見到一名女子 倒了整個灘在付費區外 相信她是被白衣人為偶的 希望開閘救人 這個緊急的情況下 要做一個緊急的處理 陳廣池問 你拿著咪 又打開閘 你不怕嗎 林卓廷說 我怕的 跟著陳廣池問 那你做什麼打開閘呢 林卓廷說 我想出去救他 跟著陳廣池問 那你有沒有救到他 那你有沒有救到他 林卓廷就說 我一打開閘門 幾個白衣人餵過來 我不敢出去 陳廣池問 那你有沒有叫人出去 林卓廷說 我自己都不敢 怎麼叫人啊 我自己都不敢出去 我怎麼叫人出去啊 陳廣池說 有些人會做這些事情 還繼續問這些 stupid question 林卓廷就說 我不會做這些事情咯 這個法官 你看他問問題的方式 你就知道 他已經有結論 跟著在找一些東西 將他的結論分析而已 他根本不是一個 完全unbiased的情況之下 問問題 這些問題全部是一個套話來的 然後被人捉到 還在那裡蝶蝶蝶蝶蝶 在那裡蝶蝶王 即是不斷轉 哇 這些人 林卓廷繼續說 開閘之後 有白衣人向他招手 他見到情況 就關上閘門 辯方大律師王錦娟關著 關閘 豈不能拯救這個島地的女子 林卓廷就馬上指出 我不刪都救不到他 陳廣池就聽到這個說法就說 你刪不刪閘門 白衣人都衝得入來 對不對 即是說 你刪不刪都救不到他 他衝得入來 對不對 林卓廷認為 陳廣池所言正確 但當時只望將危險降至最低 同時令到白衣人知道 我不打算出來的 陳廣池一度向林卓廷指出 過程中見到很多人不聽你說 並走出附廢區 林卓廷強調 不用聽我說的 見到很多人不聽你說 喂 這不是一個他這班人的局面 你為何要叫Assumption 那些人是不用聽我說的 陳廣池繼續質疑 林卓廷曾經聲稱要以立法會議員身份到場 林卓廷一度嘆氣 唉 並指我夠喝止白衣人 我叫白衣人喝住他們不准做 至於能不能夠勸指付費區內的人士 就是那班搭車的人 不是我能夠保證的東西 他並不是個leader 林卓廷也說出當時身邊有超過一百人 他也看不到在付費區外遇襲的人 是不是早前由付費區走出去的 但是知道他被人襲擊 陳廣池就向林卓廷澄清 一百人都在付費區內 還是全包宴 即是包括付費區外的人士 林卓廷確認付費區內有超過一百人 當片段播到有人以消防喉舍水 陳廣池問林卓廷 你有沒有渴知他們不准做呢? 蛤 消防喉舍水? 後一世他們的事不要接近自己 你有沒有渴知他們不准做呢? 林卓廷說沒有 因為當時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感覺他們想阻止白衣人攻擊付費區外面或裡面的人 林卓廷看完片之後 指出當有人射水之後 白衣人就散開了 之後有兩名人士回到付費區 當中一人雙手掩著頭像是受傷 另一人從旁協助 傷者也是趁這個時候 在集機位走進來付費區 我理解他們都是被人打的人 事實上是這樣 誰是加害者 誰是被襲者很清楚 這個陳廣池 真是極度令人懷疑 你是不是聽黨話跟黨走 林卓廷說 當時一名男子 後來知道就叫做猛娘 猛娘的林官娘 一直以粗木棍大力敲打襲擊 砰砰聲很震撼 似乎是號召白衣人聚集 射水當時也可以阻止他繼續在這裡威嚇 至於其後有人使用滅火筒 林卓廷說 不知道原由 只是知道有煙霧出 陳廣池再問林卓廷有沒有制止 林卓廷表示沒有 喂 他沒有責任去制止 那與他什麼關係呢 陳廣池再問林卓廷 有沒有留意片段中 剛才拿著喉射水的人 其喉以雨傘襲擊襲外的白衣人 即是說這個人拿著水喉射人 接著用車襲擊襲外的白衣人 你有沒有留意 林卓廷就是反指 見到拿著那個水喉 消防喉的 擋著那個人擋著滋棍 停上以慢鏡重播片段之後 陳法官指這個男子 想打前方的白衣人 幾乎陷腳 其後白衣人才反擊 林卓廷確認 拿著這個水消防喉的 曾經對把遮出去 但有沒有打中白衣人 就沒有清楚 OK 即是說到這些事情 全部都入渠數 喂 這些是荒謬絕倫的事 你是被人在遇襲你反抗 即是等於 假設你的女生 我不知道你是什麼姓別 假設你的女生 被一個男人強姦 然後不斷打一個男人的臉 然後那個男人反過來 照在剝你衣服 照強姦你 然後那個法官就問 為什麼你要拿一渠打到別人的臉上呢 這是什麼問題來的 你將被害的情況 防禦的情況 甚至當時就說 有些事情是想 拿著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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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對一對 即是等於你 碰一碰那個長姦反抗的臉 哎 你就是暴動 你就是襲擊別人 我們真是完全荒謬 是對把傘出去 有沒有打中白衣人就不清楚 林卓廷重申 當時電光火石 現場又混亂 那些人走來走去 那些傘動來動去 我知道正在射水喉的 知道那裡是有衝突的 但是誰先對把傘 怎樣對發 在這裏法庭都要看幾次 現場根本是沒有看到這個情況 根本不知道這樣的事情 你真是 比那些 叫做什麼 在什麼 狗品芝麻官 或者審死官 或者那些 常威 那些電影裡面 周星馳最喜歡做的那些 那些垃圾的狗官 即是你屈得就屈得 八虎巡岸 就是這些人 審訊呢 就在星期一 會繼續的 即是星期五會休息 但下個星期一會繼續 我們看看到時候 各有千秋的事情 是什麼 這件事呢 是令我相當憤怒 即我憤怒的點是什麼呢 現在政府 或者整個共產黨 是一定要主死林卓廷 他這宗案已經表證成立了 另外一宗案呢 就是他披露連署查警司 柔乃強 上訴得席 就獲撤銷定罪 但律政司呢 繼續抓住他 不服 申請上訴 去到終審法院 終審法院 獲取取取取可證 所以變成這件事 終審法院再審 柔乃強的案 本身他已經 林卓廷已經贏了 已經無罪了 現在呢 再要再open 這個file 另一方面呢 這群港共的垃圾 又抓住那群 所謂白衣人 OK 譬如說 男子被指為白衣人 獲判無罪 那個人是案中被告 答辯人王志榮 三惑王 王志榮 律政司提出上訴 說環境證供蝶加支持 設案片中人為被告 所以他都抓住一幫人來交察 將整件事說到就是 白衣人有錯 這幫閘內的乘客都有錯 兩邊都錯 打和啦 super 掌門人 現在玩 沒有是沒有非 沒有先後次序 根本搞不清 他根本上完全是將整件事 搞混水 不斷發 將真假對錯 黑白是非 完全搞到七彩七彩 但我們的心是很澄明清澈的 這件案 歷史是會還大家公道 關鍵就是大家要拒絕遺忘 將當日有關的事寫出來 就是有如已故的柳俊剛一樣 將整件事寫出來 只有這樣 歷史才會獲得紀錄 後代才會拒絕遺忘 港共政權 希望透過陳廣池 我一直都沒有說過陳廣池法官 這一集裡 我覺得他不配做法官 我就叫他陳廣池 你落地獄吧 未來轉型正義 光復香港之後 歷史恥獄博物館一定有你的名字 你要遭遇的刑罰 就是你判過的人 所有疊家刑罰 分期執行 如果一百年一萬年的話 都照做 我是很均身 你害過多少的人 就要坐牢多久 我非常公平 陳廣池 你是不是地下黨員 是說聲給大家聽 你是不是共產黨的走狗 你是不是說聲給大家聽 你的投資 你的家人 在哪裏 我不是說聲給大家聽 我不是說聲給大家聽 但你說聲給大家知道 你自己和共產黨有什麼關係 你問的每一個問題 根本上不是法官問的問題 是一個黨棍 國產007機黨棍 問的問題 香港的司法就是淪落哭感 整套戲就要這樣去排演 大部分的白衣人被放走 是吧 四個人就暴動定罪 刑罰還要提起上訴 其中兩人已經復不刑期 然後就是 哎呀有些是對 有些是錯 搞到亂七八糟 又想玩這些 我想告訴大家 這件案子是彭偉昌彭寶琴搞的 這件 歌單是這樣 林卓廷剛剛說的消防後卸水 這件案件 是陳廣辭審的 認住這個名字 認住這個官 所謂官 我真的不會喜歡官這個字 這個所謂judge 是什麼人 大家就很清楚 很清楚 很清楚 然後再講一點 23條 很簡單講一講 明天 早上 然後呢 各位新聞記者 就會收到 23條的刊憲 那份初稿 就要進行 首讀 易讀 然後現在就說 整班議員加上 李渣昭 在人大 立即開完會 衝回來香港 開會 六日時間之內 就突破 最後來收尾 那個所謂的 23條立法 維護國家安全法案 下 接著呢 募求在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4月15日之前 完成 我講過 目的有兩個 一個就是 摘緊了 整堆那些47人案 所以他們無法承認 無法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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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可以坐滿 坐足 47人案 如是 蘋果案 支聯本案 甚至無立場新聞案 都如是 第二就是 在美國 確定 由川普 當選美國總統之前 即11月5日之前 要全部完成這些 兩個鋼放下來 死門 進化完成 所以習近平就急了 下了個死指令 被這班這樣的狗官 快點下去 幫我搞定他 Yes Sir 不是說Yes Sir 是 長官 那些壞事 有人說 我經常講那些匪語 他真的這樣 學他講話 長官 然後衝回到香港 之後繼續 在這裏 一時間 打碰這條法例 然後 希望 首讀二讀法案委員會 加速加速再加速 快得一日 得一日 這個就是 李渣昭說的 他越講越奇怪 很多問題會產生 現在所有立法會議員 都已經是你自己人的 渣裝了 立法會議員 指定的楊永傑 他問 在電影大師兄裡面 就是恩子丹做的 恩子丹的角色陳俠為例 在美國服兵役之後 回香港擔任老師 相關情況是否違法呢? 即是說 恩子丹做的角色 是否煽動大家 離叛 叛離叛亂 和違反國安呢? 境外干預呢?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說 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 如中國公民在外地參軍 又未退出中國籍 就有機會違法 有機會和我們國家宣戰打仗 這個就不行 所以拉恩子丹 因為他公然煽動 搬離 對不對? 沒有說錯 拉他吧 鄧炳強 還有就算不拉他 這個大師兄 禁播禁片 不讓他播 誰看的就拉 這個就是呢 荒謬 域外法權 長臂管轄 不知所謂 接著更好笑 林定國出來七 他就立了律政司司長 有一個人問他的問題 就有宗教界人士就說 隱匿叛國 或者和告解 需保守秘密的傳統有衝突 因為你告解 那個神父聽到你的說明 那是不是要保密呢? OK 那如果你說要保密 他就引力叛國不得了 那又能告那個神父呢? 那會上身兼牧師的管浩明 問到有關情況 管浩明 問這個情況 聽拉 聽你被人拉 律政司司長 要玩管浩明很容易 你跟他告解 就告訴管浩明 能我呢? 就跟你告解 我要告解的不是我的罪 是其他人的罪 包括了呢? 陳同佳呢? 他對著習近平呢? 講DLLM 那這個就是不對的 管浩明 拉他 那呢? 如果你這樣說完 管浩明又不知道你 講真還是講假 那就沒有報寸了 最後發現 陳同佳真的對著習近平的頭像 講DLLM的 那就拉得管浩明 你沒有 所以做牧師真的很慘 去到這個階段 是匪夷所思的了 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說 叛國是嚴肅事情 我想如果是國家的安危 是危在彈直的話 我想大家都要有個平衡 是要去履行效忠的義務的 國家是很危險的 中國很危險的 講一講 都會死 都會滅亡的 所以 哪個做神父 哪個做牧師 聽到別人跟你道告解 有些神父修女 聽到別人跟你告解 你不報寸 就拉 告解可以告解自己的罪 或者告解別人的罪 都可以 代別人告解 那你一聽到 你不准講 那已經講了 引力了 是嗎 世界上真的很好玩 立法會議員管浩明問道 會不會就告解 設立 例如法律專業的豁免罪 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說 引力叛國罪的範圍清晰和具針對性 即明知道有人正準備作出叛國行為 他舉例說 只有極端情況才需要設立違法 例如某人在告解中 透露在明日準備一隊軍隊發動戰爭 我就說 陳和管浩明告解 陳和管浩明說 陳同佳明明日準備一隊軍隊發動戰爭 他不去報人的話 馬上拘捕他 林定國重申 法律專業保密權屬被告的基本人權 和神職人員的不同 他又說 舉例說 例如社工也有可能聽到 例如告解本的內容 但難以作出豁免或例外 其實這些事情在美國不會這樣規定 在英國也不會這樣規定 香港的privilege是很窄的 OK 即是大家了解這個 保密權利的問題 半國是一些很嚴肅的事情 我想如果是國家的安危危在彈直的話 我想大家都要有一個平衡 就要去履行一個效忠的義務 什麼平衡 總之你要做奴才 貴 保安局長鄧冰向重申 相關仗之 只是與叛國有關 即是發動戰爭 或者鼓勵外國發動戰爭 不行 陳同佳就說發動戰爭 就是這樣保存他 是很嚴重很嚴重的事 看看有什麼後果 第一 你說告解 沒有錄音的 告解 我不知道他沒有錄音 告解十次成年沒有錄音的 告解說陳同佳 我知道陳同佳明天10點 就要拿支軍隊粗上去中聯版 要將他炸毀 我說完這些事 官同佳聽了惡出熱 你在這裡誹謗他 第一 證據呢 你聽聽什麼 顧目師 譬如我告解時錄定音 證據是我自己保持的 我不會交給顧目師 顧目師是害怕的 究竟要不要報好呢 真還是假呢 你沒有時間查 明天10點就是 是否要國安公署先報案先 先拘捕陳同佳先 對不對 所以我說這些事情 多鬼余 你要告我去誹謗 這裡證據 我說了些什麼 證據呢 對不對 所以我不是說 到最後這些事情 說到最後是一個荒謬的一件事 absurd 但是香港就是 沒有最荒謬 只有更荒謬 所以看下去了 我現在還沒看到那份條文 明日或後日 我們有時間 我明天不知道有沒有時間 我們明天或後日 有時間 再詳細把條文攤出來 好地分析給大家聽 OK 所以大家密切注意了 未來這個月 大家香港的新聞 都相當聚焦在23條 每一個條文的討論 以及涉及到 兩個程序上很大的問題 就是 激壓 可以激壓你14天 48個小時之後加14天 甚至有可能更多 我看一個條文怎麼寫 第二件事就是 判了監 減刑那件事 可能沒有 即他說 除非有充分證據 證明你 已經完全後悔 完全更新 完全是沒有國家安全之餘的 否則不可以提早放 那些行為良好啊 或者那些 甚至我思考中 是否涉及到 你原先認罪那件事 都可以將它撤走呢 這些東西 要看回條文怎麼寫 需要看條文怎麼寫 但我只是說 無論怎麼寫 都是荒謬的 是吧 還有很多什麼 對於海外通緝人士的 這個追捕等等的東西 繼續寫 又說要他什麼 鄧炳強說 不讓他 不是不讓他吃飯的 現在你在外國 他為什麼不讓你吃飯呢 取消你的護照 取消你香港任何專業資格 取消你香港任何公司的董事資格 嘩 好有阻嚇力啊 即是可以這樣說 我只是說這些東西 沒意思的 出到外面那些 都已經外面 利用外面的資格能力落地生根 我經常都說這點很重要 這點做得到的話 誰怕也無風雨也無情 OK 下一次再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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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